我觉得他搞表演有点问题 就是形象问题 他不像我 如果结婚的时候亲生父母不愿意到场怎么办 2014年张柏宇的婚礼上就少了亲生父亲张峰毅的身影 继父孙海英代替他包揽了所有工作 张峰毅为什么这么排斥张柏宇 仅仅是因为那是前期吕丽萍生的孩子吗 面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妓女 他可以豪志千金 纵百万名车 为什么对亲生的张柏宇却这么冷漠 1998年 小有成就的张峰毅用50块钱把双料影后吕丽萍娶回家当老婆 新婚艳尔之时 张峰毅也曾许诺要让吕丽萍和将要出生的孩子享受更好的生活 为了这个小目标 张峰毅很努力的拍戏 没日没夜的工作 而本该前途无量的吕丽萍 也很放心的退居幕后回归家庭 生下了张柏宇 男主外女主内本没有什么不好的 可是张柏宇出生之后 当初讲了海事山盟的张峰毅却变了 据少离多的生活让张峰毅对吕丽萍的感情逐渐消逝 操持家里家外的吕丽萍 偶尔没有注意自己的形象 也让张峰毅觉得很是暗眼 结婚仅仅三年 还不到七年之痒的时候 张峰毅就厌倦了 1991年他和吕丽萍正式离婚 才两岁的张柏宇也没了爸爸 而这个时候 张峰毅遇到了让他的名和力都更上一层楼的霸王别姬 看过霸王别姬的人都知道 张峰毅在里面演的段小楼 国情 无意 台上是威风赫赫的楚霸王 下了台却连鼓起都比不过女人 片中巩俐饰饰演的菊仙 为段小楼亲近所有 他也懂成蝶衣对段小楼的情愫 因此不惜冒险从火堆中救出成蝶衣送给段小楼的剑 而段小楼为了苟且偷生 不但背叛了如同手足的成蝶衣 还当众否认爱过菊仙 彼时的吕丽萍就如同片中听到这一句不爱时的菊仙 大概是心如死灰吧 结合实际来看电影里的段小楼 总觉得更加让人生气了 离婚之后 吕丽萍带着孩子一边拍戏一边养家 实力不允许她低调 没多久 她就凭借着《青春无悔》和编辑部的故事 轻松收获了两座奖杯 在张峰毅出演段小楼的同一年 吕丽萍在北京创办了北京群星表演艺术学校 李晨 于震 宗峰岩等明星 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 九年后十四岁的张柏宇 也进了妈妈创办的这所艺术学校 不过这一切都是瞒着张峰毅进行的 用张峰毅自己的话说 当她在电话里听到张柏宇也要走演艺这条路 简直可以说是暴跳如雷 她还说如果张柏宇坚持要这么做 就再不要给她打电话了 那时候张峰毅之所以持反对意见 还是有理由的 她认为张柏宇初中毕业了 就要好好上高中 先拓展知识面 然后考大学 到那时候再进表演系学习也不晚 可后来张柏宇靠自己的本事 真的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倒了也没得到张峰毅的另眼相看 张峰毅甚至在访谈节目中公开嫌弃自己儿子的长相说 我觉得她搞表演有点问题 就是形象问题 她不像我 这话说的 长得再不好看也是自己亲生的呀 当众这样买台真的好吗 不知道张峰毅是的确有成见还是情商太低 反正这句话得得罪不少人吧 娱乐圈也不全是帅哥美女 人家黄伯伯也照样拿奖拿到手软 作为新二代究竟是幸福多些还是压力多些 这年头娱乐圈里管不好自家孩子的家长比比皆是 为了事业疏于子女教育的张国立 从儿子出生就开始当甩手掌柜的成龙 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成器的新二代 离婚时被张峰毅甩给前妻吕丽丽萍的张柏宇 倒是一直反反正正 某种程度上 这得多亏吕丽丽萍后来遇到了森海英 张峰毅和吕丽萍名声雀起细节连理的时候 孙海英还在演话剧 虽然捧上了铁饭碗 却难舍表演舞台 她一狠心就辞了工作 成了大陆最早的一批个体护演员 真正成名的时候 孙海英已经45岁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爆火一时 也让经历妻子离家出走 儿子不幸夭折的孙海英 找到了吕丽萍 因为失去过 所以更加珍惜眼前人 和吕丽萍结婚之后 面对陌生的嫉子张伯宇 孙海英二话不说 向她视为己出 吕丽萍曾说过 孙海英不仅对她好 对她的家人也一视同仁 因为她的爱特别大 所以我说她都比我爱我的孩子 刚开始张伯宇也没有一下子就接受这个后爸 但久而久之 她发现这个男人的确用心在经营家庭 家里有顶梁柱的感觉总是好的 自从有了孙海英 张伯宇父亲这个重要位置 就由她多年来的付出弥补了 在外人面前 张伯宇和孙海英老师 私底下却一直称呼她爸爸 而孙海英则说 你喊不喊 称不称呼也是父亲 你要对得起父亲这个称呼 长大后张伯宇想走演戏这条路 有别于张峰义的唱衰打压 孙海英亲自把自己的本事倾囊相受 还带着张伯宇一起进组 全心全意支持着她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 历经办事沧桑的孙海英 或许是从年轻的张伯宇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时候 她也是因为外形不出挑而屡屡受挫 可是她熬过来了 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在某一年的父亲节 张伯宇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了一篇长文 感谢了亲生父亲张峰义 又对孙海英多年来的陪伴和鼓励 感怀于心 撇去孙海英自己人生中的那些争议 在家庭方面 她的确已经比许多不负责任的人 好出了一大劫 但张伯宇曾经也在节目上 弹露心声 说自己曾经被人嘲笑不如张峰义 她没有忍住拨通张峰义的电话 甚至失落地说 总觉得自己出生是在给父亲抹黑 这一切不过源自张伯宇 想得到张峰义认可的渴望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这也是张伯宇发布在自己社交平台上的话 如果张峰义没有转身离去 可惜没有如果 她转身之后把当初许给吕立平母子的海誓山盟 在别人身上 变成现实 养儿子和养闺女不一样 这是张峰义提及自己对亲儿子和妓女态度截然相反时给出的说辞 你同意吗 在教育理念上或许养儿子和养闺女的确不同 但无论儿子还是闺女 他们都需要来自父母的关爱和鼓励 何况张峰义对养儿子就得这样的执着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绪 比如2014年亲儿子张伯宇结婚 明明没有任何行程安排闲在家里的张峰义 却不愿意出席 在访谈节目上连主持人都问 人家结婚这么大的事 您这爸爸怎么这么难请啊 可张峰义振振有词 做人要低调 他不但公然嫌弃张伯宇开席27桌是铺张浪费 还说张伯宇刚毕业什么都不是 搞那么大阵仗有点过了 27桌而已 如今村里吃喜可能都不止这个数吧 得 您姐姐有道理 但接下来这个招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张峰义还说自己每次去参加新人婚礼都会离婚 所以儿子结婚干脆就不去冲眉头了 这封建迷信要不得 前有英达离婚14年聚见亲儿子 声称父子缘分已尽 后有张峰义嫌自己是扫把星 拒绝参加儿子婚礼 娱乐圈果然娱乐 对亲儿子这么强势 对妓女张峰义又是另一副面孔 当年离婚之后张峰义遇见霍凡 一个影迷两人没开二度 张峰义也对霍凡带来的女儿疼爱有加 就连专门从剧组请假 买豪车给妓女做生日礼物这种事也是有的 张峰义曾经说 我就是个直性子的人 如果让我用很圆滑或者很官方的方式 去回答别人的问题 对不起拐弯抹角我做不到 至于别人的评价 我不在乎 随着年事见长 张峰义也逐渐变得没有那么尖锐 会和张柏宇一起相约打球 或者去看他的演出 或许他们作为家人 也不完全是外界所听到的那么不堪 但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迟到的关怀还来得及至于曾经的伤痛吗 小龙女登床事发之后 成龙才发觉自己防备了二十多年的林凤娇是最好的妻子 但她也说自己能做的只是把丰厚的身家留给她 关怀和爱都是其次的 看了那么多明星分分合合的故事 看他们对前任何子女的态度 居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自私的人总是无惧人言 过得很好 因为他们最爱的永远是自己 为自己而活没有错 但人总是因为有羁绊的存在 才能感受冷暖的 人生真是一道无解的题呀